好了 下一套是黃金之鍊金術師 什麼黃金啊 黃金蘋果派鍊金術師 黃昏之鍊金術師 全名叫愛斯卡安羅吉的軟金工房 黃昏天空之鍊金術師 黃金我特意說的 剛才是樹山只說了黃昏 是沒有人知道你說什麼 其實鍊金術師系列 就是遊戲鍊金術師系列的其中一部 轉為動畫化的 基本上已經練金術師系列 差不多已經出了十幾代 我一直想玩 但不知為何我一直都有其他遊戲 所以我沒有玩到 其實好玩的 我玩過 但遊戲是否可以讓你不斷合 放A加B素材 然後弄出來 E加B就不行 總之好像遊戲很多都是 你有一條方法 你找些素材 女神的魔神的魔神的魔神 把素材合在一起 就會變成那些 應該這樣說 質好東西裡面 他只是把遊戲裡的忠實 呈現出來 忠實 這個的確的 這個的確的 他忠於遊戲的本質出來 完全是看Gameplay一樣 但有個問題 就是動畫你會看到 一個很好笑的地方 就是說鍊金碗其實是萬能的 你今天的任務 所以大家 記得去學這個煉金術 好神 因為這樣說 動畫的表現上 是表現不到 就是說 究竟煉金是需要些什麼技術 我們只是看到什麼 不是 煉金的技術 就是你要知道那條 formula 加些蔥兩茶匙油 再加些橙皮 沒錯 其實Exitly是這樣的 你見到男主角羅吉富斯 他來到 他認識的那時候說 其實沒有一個爐 我也做不到的 其實這個遊戲有說過 遊戲的那個煉金道具 其實是分了很多種的 譬如說有些什麼 煉金爐 就是那個 女主角用那個 女主角用那個 男主角用那個 現代化那個 或者是有些 現代化那個 其實很簡單 什麼炸汁機 把這些東西 炸汁機 其實這些 這些都是煉金道具的一種 就是全部都是廚房營的 對 如果你遊戲來說 這些道具 你其實是要花錢買的 就是微波和雪櫃洗衣機 因為有些 有些成品 是一定要用 某一種特定的煉金道具 你才可以做出來的 很正常的 可以這樣玩什麼 沒錯 沒有但動畫好像看不出 動畫好像很明顯 就看得出 很容易 我只知道男主角弄 沒有 你 你要明白 就是在這裡 就是他 很明顯 故事設定裡面 煉金術 是什麼都做到的 沒錯 其實我記得 有屁方說 你不是煉金術師 你只找個爐 給個爐 所以我剛才一開始 就已經說 他是表達不到 就是煉金術師 在煉金的過程裡面 他究竟要做些什麼的處理 除了你看到 加兩茶匙 然後加一些橙皮 應該說他做不到煉金術師 跟一個普通人的分別 對 其實你玩個遊戲 如果你看到動畫 你會有很多遊戲 各種設定出來 你這樣說 對比來說 就是 你要想像一個環境 鋼之煉金術師裡面 愛德華兄弟用人體煉成的時候 他畫了一個陣 然後再將材料放 你這樣放 你若然套到這裏 他其實是什麼呢 將那些材料 全部倒進去煉金帽 等三十分鐘 等三十分鐘 然後就有東西 拿出來 你留一個最重要的 那個煉金帽 應該會先把媽媽拿出來 你錯了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三十分鐘之後 那個煉金帽 會叮叮 那個皮波爐 然後出來 之後 愛德華說 人體煉成果然是被禁止的 他會欠了一些道具 就是說 愛德華的左手 艾爾的身體 這些要放進去 為甚麼要放進去 為甚麼要放進去 因為他的遊戲 還要說 即使準備所有材料 他調合成功率不是100% 其實某程度上 所以鋼之煉金術士 即使你把所有材料放進去 都未必是會煉到媽媽出來的 有煉成失敗 所以這個其實是對的 煉金術士那邊 其實是比較 近代少少的 那些煉金術 大家對西洋的感覺 這個做法 其實有點像那些巫婆 搞搞搞搞 其實 如果你說對比現代來說 像是制約師那邊 哪有制約師那邊 我不知道 即使用成品 扣來做一粒藥出來 你不要侮辱那些人 那些人 他都叫做炸衣機 炸衣機 這個一定是傻仔 一定是 他在遊戲照搬出來 這樣來搞 來整個製成品出來 其實是很奇怪的 可否認 他還可以做一個蘋果批 你做一個蘋果批 還有就是說 最重要是 收你封車 然後蘋果批也算了 我當主角喜歡 蘋果批其實那段已經很奇怪了 收你封車那一節 不是 他叮那個是很合理的 老實說 不合理 那件工作 你應該去找收你工匠 他有收你班 你要知道這個鎮是很少的 這些工種就是只有一個機構 其實是兼任 不是 老實說 如果是收你工匠 應該去找他哥 他哥 他哥 就是他哥 明顯是收你機器那邊 不是 他做飛翁船 他其實是那些 乘搭這架飛翁船收飛 就是車掌 我不知道 不是他有說他哥 當然 這一節 另一個奇怪的是 當他收到委託之後 原來是他家裡的委託 我覺得整件事很詭異 你明白嗎 然後回去之後 其實我都不是很熟悉這個風車 其實我都不是 你不是在那裡住 不是 其實這件事是動畫的問題 因為遊戲其實都可以這樣做 因為動畫 遊戲來說 不知道哪一代開始 其實你可以委託 放任務 放在任務庭 可以的 有其他冒險者可以去接這個任務 這也是遊戲轉化為動畫 但是動畫組沒有詳細考慮的原因 你看看 動畫有考慮 很奇怪 那邊已經是個機械 那些黑的人 我和你住在一起 但我有東西讓你知道 不是 他這個工作就是 這個 如果照有馬哥的解讀的話 你應該是這樣想的 呂浦就知道 就是 女主角的工作 工作的實質 應該都不一定不太好 故意自己 壓幾件工作出來 暗河包 壓幾件工作出來 然後 等女主角可以成功 有成就這樣 就是自己課金自己 你看到這套東西裡面 滿滿是一些遊戲的責任 就是 無緣無故出了一個流浪商人 可以買一本書 然後又 咦 可以有一個配方 就是可以做乾淨水 在他們下一個任務裡面 那個是配方來的 很重要的 讀書 我覺得 我頂你的肺 不是的 其實那些 不是真的自己學回來的 可能很多時候 都會是 看書 或者是看流浪商人 會不會是有些書 你要明白就是 他以為是功夫 那本如來神掌 那本漫畫 你要明白就是 他這樣給我的感覺就是 阿豬阿狗都可以是練到金的 這個不是一個職業 只要有一本書 有配方 和有藥材在手的話 一個 一隻猴子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其實就是 動畫有件事做得不好 就是他界別不到 練金術師和普通人的分別在哪裏 不是 我不管你 工種不同 你作一個動畫 你不是搬的遊戲 就是我現在的遊戲 你說找NPC 找這裡的班 再完成任務 找那個reset 跟動畫在一起的事情 很奇怪 所以變成 而且光芒很明顯 然後你最重要就是 什麼 不夠材料 練金術師你自己出去打 當然我明白 這是遊戲的設定 對 所以你要那個練金術師出去打 開後我打算說 第二集 開後出現那個劍線 打算說 那個應該是護衛來的 應該是他 應該是他 看似很危險的地方 遺跡 說明話是 去收集素材 這個當然是遊戲的設定 那不是創客嗎 因為其實遊戲改善 其實之前的早幾代 他一定要自己收集 不可以去買 但是後面那幾代 你要首先得知 你曾經採取這種物件 你才可以再委託人 去收集這種物件 那個是周地撿東西 對 沒錯 周地撿東西的設定 都是遊戲帶出來的 還有一個都是遊戲帶出來的 就是我現在去那個地方 要1.5天 遊戲真的過1.5天 這些全部都是遊戲 有玩過遊戲 你就會覺得 我都感受到 我都感受到 你沒有玩過 你也感受到 你會覺得很反感 很奇怪 而且是 我們撿東西的時候 在新的地圖 看到新的target 有人物 NPC的名字 嘩 這真是遊戲 不要罵任何一個編劇 或腳本家 看看這個是誰做腳本家 他是誰寫的 我可以寫成這樣 他有沒有寫過 那我真的不知道 很明顯就是 他完全是 他不是玩一次遊戲 叫一些製作班 跟著來做 不是 你說遊戲的 我們要不得不說 就是遊戲化的 我們最強打手 就是打得最窄 那個人 叫做按成2 基本上很多遊戲化的 但按成2 有一個聰明就是 他釐清到 哪些是動畫需要 遊戲化的 以及哪些不是 動畫需要化的遊戲 他這套 很明顯就是 將這些全部 不管371 握下去才說 不是 他應該沒有什麼start 露燈 那些 喂 老實說 這些更加不會做 他做得很仔細 如果不是露燈 這套 現在 差什麼一七條 loading bar 或者說 不夠電 不是啊 他loading bar有 他說等30分鐘之後 就是那條loading bar 連過場畫面都有 因為他那些人物資料 賣廣告那些位置 好似 所以你給出來那個感覺就是 不實質 我完全是感受不到 這個 這套一個動畫 有一個自己獨立的世界觀 或者 連今術士是有多麼把炮 對我連今術士 人人都可以做到 這個是廣告雜誌 就好像人們賣一個 炸汁機一樣 這個炸汁機 就是說 只要你用這個炸汁機 你都是一流的廚師 來的 這樣的廣告雜誌 不是事實上 好像他做到真的這樣 買了一個爐 加結碗調合書 你就是一個 藝術營金術師 買了一個爐 和你的材料是對的 時候 只要放進去 按個按鈕 你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為什麼 才說大家去學 練金術 那叫做麵包機 什麼麵包機 麵包機 人家把東西都放進去 他會自己幫你發酵 然後叮一聲 就會有個麵包出來 你什麼都不需要認識 其實因為你跟著 之後的第三個套路 其實都正化了 然後又有一個衍生的 新的任務出來 就是要去探索那個遺跡 就是究竟為什麼 那些水會變成這樣 就是這些 很後套 他從最漸進遊戲式 那種RPG 他又推了一些角色 然後跟著 你見到主角 撿那些死人道具 你明顯知道 他撿那些東西 一定是一些key item 來的 總之之後 練金要用的key item 我不是說跟著遊戲不好 但暫時來說 我看一套東西 我完全看不到 練金術有幾個偉大 不 練金術是太偉大 他太遊戲 只可以說 動畫化之後 真的搬了太多遊戲的設定 我邊看的時候 這個就是遊戲那個什麼什麼 這個就是遊戲那個什麼 全部都是遊戲的東西 但是問題是 很多時候 作為這些動畫化 或者叫做跨媒體化 作品 我想沒有一套的目標 是純粹 target 在原作的看過的人 很多人會想過擴展的市場 你做到這樣的效果 其實應該更多的目的是 你吸引其他 不是在玩遊戲的 你擴展的客人 反而是帶回這些 看動畫的 會不會去玩原作那種 我好像在玩一個DEMO 我看一個DEMO 的Gameplay 播出來 就好像播放NOP 而這樣 他做的東西 其實 我寧願你 要不就玩遊戲化 玩族 Loading Bar 真的會有 有Loading 有好 有性 你有那些感覺出來 有Bar 有性 那些東西 其實 就像Lock Horizon 那樣 更加Gameplay 其實你講的 Personal 4 其實都是很遊戲化的 其實他做出來的效果 那些東西 他過場都是什麼 過一天 他真的給回遊戲的畫面 過一天你看 就是你吹嗎 然後到時間 又是這樣 還有最後就是 你還有一些 遊戲界面的東西 都有出現在裡面 但P4 會不會有種感覺 你玩P4 看P4的動畫 可能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會不會說沒有玩P4 你去看P4的動畫 反而覺得很奇怪 不會的 不會的 因為他那個只不過是 叫做什麼 入記式那樣去 他做到很事件性 很事件性 即是你 就算不是玩遊戲 你只會覺得 他這個界面 代表了某一件事的象徵 的東西 結束了 但你這裏的問題 這是任務式 但你這裏的東西 就是 你要用這件事的象徵 不能用 但你顯示不到 那件事的本質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我想是 他遊戲那裏 他玩不夠盡 但其實他這裏有些像 之前那套祝福之中的 喪中 不要看那裏 那裏有看過兩集 那套的近質也是跟這套類似的 可以很快可以斬 可以這樣說 不過那套是HGAM 但這套很好笑 你當遊戲來看 但這套其實就是 真的不要看 有任何事交給練金術就搞定 他小的觀點也是說到這樣的 他練金術的作用就是 幫村裡的人解決問題 即是叮噹 他的定位是這樣的 即是天天無地 他遊戲來看就有很多隻 那這隻來看就是 幫村莊解決問題 這樣啊 不知道之後是怎樣的 做回他一點點平反 動畫我不管他做成怎樣 但遊戲實際上 他出得到十五代的 其實遊戲是有人氣的 其實遊戲性是我玩過好玩的 CG的質素都很高 你不能否認識 即是說調合 我一直都很想去玩 但一直沒有這樣的時間 其實調合啊 去找資料啊 那個是很有趣味性的 即是你可以把你的時間 或者金錢投放在遊戲 或者畫集裡 就絕對沒有投放在動畫裡 我覺得是 好啦 如果有時間 就去玩遊戲 試一下 再看這套東西 會不會有多些共鳴感 應該都沒有 是不應該看動畫 我看動畫 不如我多玩一次 好 這套到這裏 那我們去下一套